四川守将银眼文化不高 兵足阿大经常纠正他 怀恨在心的银眼将他打个半死 阿大的弟弟阿尔悲愤难平 将杀影二字刻在身上 此时让银眼起了杀刑 大人唤我何事 呆 阿尔 你莫不是南兆国派来的间谍 什么我就是间谍 哪的事啊 还敢狡辩 我截获的这封信就是证据 阿尔 得知令兄被打的骨肉相连 我气得欲火焚身 不日 我将率军进攻四川 为令兄公报私仇 南兆国大将军 这文笔好熟啊 傻了吧 慕了吧 慕若呆姬 你才是呆姬 你不仅通敌 还敢辱骂本官 拖出去历史账兵 阿尔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大和三年 南兆国入侵四川 银眼率数万堂军镇守穷来官 他自视小友 主动出关追击敌人 突然间 他竟然看见被杖杀的阿尔 捧着一大卷文书 在前面跑着 前面那是阿尔吗 大人您说什么呢 哪有阿尔 你是阿尔 大人 我们中埋伏了 穷来官一战 银眼身中数十枪而死 军中传言 他之所以会中南兆军的埋伏 是因为阿尔的亡魂 在为他引路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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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